杭州的半船看着就好吃和贵气 是不是 我这一份56块钱 昨天来杭州中转没赶上飞机 今天我们就在杭州前吃一下吧 就这 可以吃吗 我要一个虾包 虾包 行 再要一个双腰半船 113两个 好 好贵 再加个大牌吧 130 是吧 好贵啊 有点心疼 在杭州的第一顿早餐 很贵气的早餐 半船是啥呀 半船就是半的 就是半面 半的嘛 拿个偷面 我这是双腰半船 对 双腰半船 双腰就是双份腰子 我以为是两种不同的腰子 这一份给我问某个了 看 就是两份 double 我这一份56块钱 看着还可以 如果闻到那个腰子的骚味的话 我会 我会拒绝 我会打妹 哈哈哈 我这好弹啊 它不是那种黏糊的 你的咋比我这贵呢 虾包扇 大牌放在那里了 我给你 大牌在下面 很大的大牌 猪排吧 我真不想来厚州吃芭比馒头 总得找点好吃的是不是 我要不做外面了 可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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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面 比腰花好吃 干面去都在玩的 慢慢去去的面 那面长得就像宽的方便面 但是它贼弹 弹弹的滑滑的 你吃一口这个面 这个面在你嘴里边都 都瞎逛了 这个面就很像做的离子炭 你没有办法了 控制弹 它真的就是滑来滑去 不像南方的面 我这点的是双腰的 双腰的焦头给的也很多 我觉得这个面真的比腰子好吃 但我还是有点贵 不是问题的还是有点贵 我这个面每一根都很入味 那好吃 它是带着锅气 真的是有锅气的 它有个椰汁呢姐 你能吃饱吗 吃饱饱再吃了八米馒头 昂粥跟你有仇啊 这是我第二次来昂粥 我以为昂粥都是那种 谢谢 我以为昂粥的东西会吃起来很淡 这面还挺重口的 我这面根本吃不完 大排多少钱 12 昂粥的物价是不是很高啊 酱油的味道 酱油的大排 酱油的味道 酱油的大排 可以是吧 嗯 还不错 好吃吗 嗯 好吃吗 我更喜欢吃这个面 正常饭量的我觉得 这一碗你就撑了 我的厨师料到没面了 有没有比这还贵的今年 今年应该是没有的 去年吃的 去年我们在哪吃的 在那个 它四川还是在哪 对 重庆 波波面 100多一份的面 但是重庆吃过100多的面之后 这是我们吃过第二个贵的面了 那你觉得哪个值 这个味会更多一点 保命要紧 这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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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便宜 越吃越咸 这嘴老重啊 先去这样吧好不好 这是我们来杭州的第一顿的早餐 的50多块钱的面 各位点赞 就是我的发展 我们明天见 拜拜